为什么许多棋王都喜欢观看王天一的棋局 看完这一排王天一跟菲律宾棋王 招洪明的精彩棋局之后 大家就会明白 这一排棋王天一一路弃子攻杀 弃马弃狙又弃破 最后双方形成了四局戒灭的精彩局面 王天一是先手棋 黑方的是菲律宾棋王 招洪明 而这一排棋的精彩程度难以想象 洪发王天一开局下中后 黑方菲律宾棋王 装洪明 上马保中族 洪发正马 行炮视角 拱兵活马 直接起横去 出直居吃马 上鞭马 上马排合 瞄着中族 如果不管 洪发可以立空头 时代黑方补墙中路 洪发拱齐兵 那么刑期至此 黑方选择了平憋炮 那么这一手棋啊 经过赛后的拆解发现 是黑方走出的第一步软招 那么在如此局面下 作为黑发雷说啊 可以直接浸泡 空事 假如红发做掉 黑发平居去吃马 红发上啊 浸泡薄马 黑发拱足 红发打居 黑发平居躲开 红发竞涮 黑发拱足渡河 这个局势啊 要比实战的好许多 对于黑发雷说啊 还是比较有力的下法 那咱们看实战 实战黑发平了一步 憋炮 红发上马 黑发直举 红发直举 净居过河 如被压缩红发空间 红发直接净居吃破 这是给黑发设了个陷阱 那在如此局面下 黑发正招 还是应该不是比较平稳 那么实战 静泡打势 希望红发用帅吃掉 黑发将来平居 把马捉死 掀起后去 还吃了红发一个势 黑发反现 那么实战 王天一啊 他并不昧照 你打你的事 那他上马 又要吃黑发的马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黑发实战选择退破 准备对打 那红发一看 这马一吃中足脱根 黑一架 当头炮 那红发果断吃马 黑发打马 红发炮正中路 打了一架 那么黑发实战 十六进五 那如果这里选择 四四进五 可能要比实战 稍微好一些 但是 也是红发大优 因为这个局面下 红发很有可能 直接退居来捉破 你这个炮 静离 那么他就平居 战类 下一步期呢 这马撑腰 直接形成提蒙帅 你如果说平居 砍一架 红发就上个市 那弄不好 还得弃居砍炮 将来红发把居一吃 这些红发 带绝对优势 那么当时 黑发四六进五 红发平居 守住将门 那么一旦说出将之后 形成铁蒙帅绝杀 那黑发平破 准备退破防守 红发先出帅 叫杀 那同时这里呢 也没有给 黑发平居 砍中兵 标准的机会 那有些企与说 那如果说平居 砍兵一枪呢 那红发除帅 叫杀 黑发这里 只能说退居 吃炮 那红发这里啊 还有妙述 他这里呢 成底炮一枪 那黑发 势必呢 会选择落下 然后红发 有可能直接选择进啊 那么下一步期 直接进去呢 也是杀棋 黑发虽然说 吃掉了中炮 但是不能击杀 如果说 用轿吃 红发禁军一将 只能选择退轿 禁军形成绝杀 那咱们看实战 实战黑发 选择平破 准备退破 雷防守 那红发主动出帅 那黑发 退破防守之前呢 先打一枪 红发飞个憋笑 黑发退破解杀 然后红发 禁军 准备 准备形成三把手 调醒 禁军军杀杀 那黑发平击 又给红发 设了一个陷阱 假如红发 形成三把手 黑发禁军一将 红发落笑 看笑 承押中反杀 但是 王天一啊 应对非常精准 出了一步骑走 惊天妙蜀 气炮 气狙 如果黑发吃狙 红发打底 炮一枪 不论你用狙食 或者说用马吃 红发都是 禁军 铁蒙摔 绝杀 那么时代 刑期至此 黑发呢 并没有吃狙 那如果说 把炮一吃 那红发禁军 也是绝杀 所以说 面对这一步骑 飞潮毒了 那黑发临死之前呢 黑掉炮将 四狙见面 红发拱兵吃狙 黑发吃狙 红发拱塞兵 那黑发如果充足渡河 红发平炮 有效无非 这下一打 这期呢 就吹掉了黑发炮架 黑发交零 难以防守 那么当时 黑发平居打算吃炮 红发净炮 卡住下路 倒住黑炮 交零呢 可以评别炮 那黑发先点一下 起帅之后 看个室 准备退居随时吃 红发平别炮 打算成点 那黑发只好挡住 红发平后 打势 假如黑发试掉 红发平局 卡中势 因为这里呢 有马撑腰 老家出不去 而六路呢 使帅呢 守住了将门 出不来 就会形成绝赏 那么实在啊 黑发退居 先点一将 红发退帅 进居又一将 起帅 退居别住马头 准备吃红马 那红发走到这里啊 选择了平兵 这是一个等招 假如黑发改吃马 那他们发现 红发这里啊 选择平炮 这可是用炮江胸 你如果说不是呢 他凯事 只能选择出教 这里一退炮 又是绝赏 那如果此时 黑发选择上下呢 咱们发现 红发这里啊 依然退炮 重炮还是绝赏 所以说这个气啊 黑发呢 是雷不及吃马 那么实在 黑发选择了一招平炮 那红发平炮到七路 中炮将冲 实在黑发选择了落效 那假如说黑发选择上市 红发凯事一将 只能选择出教 将来红发平炮 用马将军 那这个气啊 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能选择吃马 红发退炮之后 下一步棋 重炮绝赏 也是防守不住 那么当时黑发 没有选择上市 而是选择落效 那红发退炮 蝎巴足而一敲 这个气呢 等于是弃马攻杀 等黑发平择吃马的时候 红发退炮 形成重炮绝赏 刑其至此 黑一包 菲律宾起往抓红明啊 投资中输了 为啥来 因为这个气啊 重炮杀防守不住 那只能弃鞠凯炮 红发拱兵之后 那么红发有拘杀无拘 黑发必备无疑啊 猴子证书是必然的选择 那么这一排气啊 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一节视频啊 会更加精彩 再见